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现在是鼠年的最后一期一周报了 叫玉鼠辞旧税金流拉弗莱 所以呢 因为很快要放假了 然后现在离过年又很近了 然后年后我们正月初八上班 所以过年后的第一期一周报可能不能正常更新 但是在第二个礼拜六我们肯定会如约见面的 所以现在是鼠年的最后一期一周报 祝大家牛年都好 第一条就是乐视视频 它的APP下面写着欠122亿上热搜 六号的这个威视它要分5个亿 今日头条要分10个亿 抖音要分20亿 快手要分21亿 百度贴吧22亿 拼多多28亿这种抢红包啊 类似这种活动营销哈 当然大家听着这些亿 听着就行了 不一定要真的给这么多钱来拿活动 然后乐视视频呢写着 我欠122亿 这个怎么讲了 也是一个自我调侃吧 但好在乐视电视 包括大概在三年前 我给家里还四年前 我给爸妈买的那个乐视电视 现在还能用会员什么的 也还照样 所以我觉得也还行 这个乐视电视 然后三号的乐视影业 原来的这个CEO张钊 在患癌去世了 今年其实很多人 或者患癌或者怎么样去世 所以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是最重要的 生死无大事 就除了生死之外就没有大事了 第二个呢就是魅竹18的这个渲染图曝光了 其实我乍一看好像还挺像那回事的 但是这个渲染图做得挺好的 所以应该是网友制作的 然后一个白色天青色 中置挖孔 后置镜头模组设计了 就是这种感觉 有点三星的感觉 Note 2 11 Ultra比较像 所以其实魅竹的这个方案 一直跟三星都走得比较近 所以说如果真这样 我觉得还行 你就不要再乱设计了 或者该坚持的不坚持 不该坚持的 然后就去乱学 反而视不下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你觉得呢 这个设计如果满分十分 你对网友自发做的这个渲染图打几分 下一条呢是小米四曲面屏的这个 腹部亮相了渲染肌肉 那玻璃工艺说有突破 然后大功率无限充分可能 有可能做60万 80万 然后第三代屏下相机 屏幕发生压杆的这种按键 因为它要做一个全机无开孔 大家这儿想到了谁 我想到了 我们之前做过评测的 魅竹ZERO 那个还是李兰当时候做的产品 那传小米了 会出一款售价上万的手机 但我希望不要再像小米Alpha一样 小米Alpha当时我就讲了 它就是一个拿来打广告 提升自己品牌科技感的一个概念产品 根本不是拿来卖的 那后来是不是 我说的还是对的吧 就没有拿来卖 那这个呢 有可能拿来卖哦 那雷军也将在7号晚 就是今晚的直播中间说 是否有MIX4 那小米的折叠屏呢 估计也快了 希望它是年轻人的第一款折叠屏 卖到一万一类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然后包括这个红米K40 叫Redmi K40 它也有可能是中置打孔的屏幕 那卢伟斌说是世界上最小的孔 我觉得应该还是2.98毫米吧 因为之前Vivo在这个2.98毫米上面花了比较多的钱 可能Vivo可能还是要把这个独占或者说相对拿在手里 所以我觉得2.98毫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并列最小 下一条呢我们来讲这个一家与哈苏联名 那一家久了 已经曝光了 哈苏呢我这里稍微做一下介绍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 那哈苏呢是瑞典企业 它之前主要做的是中化服 这里要科普一下中化服比全化服还要大 OK不要觉得中化服比全化服小 所以呢它主打的是高端市场 之前一台相机可能十几万二十万都要这个价格来取售 它主要的优势就主要在为它的这个历史的底蕴 还有这个相机界的贵族和这种文艺的这种感觉 人类第一次登月的照片了 就是由这个哈苏的设备来拍摄的 全球首台五反的这种中化服相机也是哈苏推出的 所以现在是好像是大疆收购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 还是说没有收购了 但是至少跟大疆 我感觉是跟大疆这个 在我的感觉里面就好像是 OPPO绿茶和大疆合作了一样 开个玩笑 并没有洗刷一家的嫌疑 但是能和哈苏合作还是很棒的 但它那个哈苏的标识 就是在那个玻璃上打上了哈苏 我觉得它的这种结合不是很高端 或者就是这种设计方案 并没有体现出哈苏的高贵感 只是我啊 我对设计上有个建议 就是哈苏用另一种方式去 把它的特征来做提炼 来加入到工业设计里面 只是打一个哈苏 感觉有点 好像就挂个名字一样 还是要重新设计一下 我觉得 然后呢 现在知道的是 1加9或Pro 应该是Pro 它应该是2K加120赫兹 也是左上打孔嘛 但是也有可能往中间去哈 2.5 75dV区 双主射 现在好像双主射的方案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现在留给小米的合作空间 大家觉得小米跟谁合作比较好 可以弹幕飞一波 有人说索尼 那不行 索尼自己家手机的相机都 手机的体验都做得一塌糊涂 OK 所以说跟索尼合作 好像大家心里面就知道 索尼手机的相机本来就很差 所以小米会跟谁合作 期待着 下一条呢 要讲这个华为 华为的新折叠旗舰 Mate X2 要定档了 定档的是 X2定档 2月22 四个二 王炸 那麒麟9000了 镜头供应商 目前是顺与光学和合飞光 然后屏幕呢 将由三星来 终于是三星了 所以说 但是这个屏幕 大家看那个海报是向内折叠 如果向内折叠的话 它的外屏就会有一个 类似于三星的那种 内部是一个大屏幕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全面屏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之前也讲过 就是这个内折的方案 其实并不是多好的 它最后肯定还是要走向 外翻的方案 之前是不好的 或者某种程度上是相对落后的 它最后要变成内翻的方案 这样才能保护到大屏 外面有个小屏 来让整个的 这个日常的这种使用 你不方便打屏的时候 也能当个手机用 所以说期待华为 在这个手机形态上面 其实这个应该叫折叠平板 加手机的一个形态 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那任正非呢 就是在这个新生社区 道歉了 道歉道歉什么呢 道歉这个华为 注册姚安娜商标 这也是说 任正非说的 这个不得已而为之 第一次公权私用 所以道歉 这要跟大家说一个段子 其实我们上期周报不是说了 华为要 要打个问号 其实我是打个问号 并不是说那种说 华为出售手机业务 打个问号 然后后来可能过了几天 过了两三天吧 就有一个华为等级很高的这样一个公关 小姐姐联系我 说老大早上起来 人老大早上起来 就是大清早就刷精头条 看到了 然后 他们可能觉得不太好 但是呢 人家那个联系我了 就是说希望我能改一下 或者删掉 我一听我是不同意的 但是他说 老板们只看头条 就能不能把头条处理一下 我还是 最后我还是把头条给删了 因为头条不是我们的主战 可能很多老板会看头条 但是 给我一个留下的印象 就是以后要好好做头条 因为老板们会看 但是不影响我其他的 我就删了 所以说 当然因为那个消息 他可能 我觉得可能也欠头 或者人家可能正在 做着相关的事情 这些会有一些干扰 下一条呢 我们来讲 怎么了 下一条我们来讲 这个Apple Watch 终于可以解锁 iPhone 就解锁这个 我戴着口罩 他就解锁的那种 很烦很讨厌 很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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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人洗地说 哎呀其实也可以解锁 你只要多识错误几十次 慢慢他就知道了 他妈这个非人性的 那99%的用户都不知道 然后 可以用Apple Watch解锁了 但是大家看 我现在的手上 并没有戴苹果表 因为我觉得苹果表 天天要充电很烦 OK 然后呢 2月2号凌晨 就是iOS14.5测试版 和WatchOS7.10测试版推出 新增Apple Watch 可以解锁 iPhone 那之前对于我们戴口罩 这些用户用iPhone 简直不能指纹识别的 老机型可以 或者SE2代可以 我就觉得很反人类 很难受 全球上亿的人在经受的这个折磨 其实 其实最简单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就是把这种安全的权限级别降低 你如果戴着口罩 你可以选择稍微降低 因为苹果的3D的这个Face ID 它是要采集你面部上百万个点 那你遮住的这还有超过50万个点了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它是可以基本确保安全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直接做了一个让用户选择 开不开启这个开关 如果开启开关 可能有些风险你要自己承担 但其实苹果的安全是可以做到的 Face ID 它不做 它没做 它选择的是什么 是一个非常奸商的路子 就是用Apple Watch来解锁 你看我是不是很人性化 你只要买我一个Apple Watch 我手机就能解锁 我觉得真的是懒到至极 臭不要你 当然苹果的手机 或者其他做的好的地方 如果有苹果公关朋友看到了 我不是要专门去骂你 我自己就是苹果用户 但是对于某些体验 说实话真的是 尽险商人 兼丑的嘴念 你不能这样干 你什么叫为用户为中心 包括每年开发布会 催自己多牛逼 用户最满意 但是有些功能 它的出发点根本不是用户体验 就是老叫赚钱 我还给手表促销一波 这还是苹果 下一条 这个是特斯拉 特斯拉 车主呢 他仅仅购买六天的Model 3 在这个蓝仓去充电桩充电之后 突然断电没有办法开启 车窗也关不上 售后负责人 就是他就是车主跟特斯拉沟通 售后就说 国家电网电流太大了 不排除充电桩的问题 后来了这个国家电网蓝仓的这个 就开怼了 开怼之后 特斯拉就怂了 向国家电网道歉 你要说这个通话录音 可能被断章取义了 新华社发了一个评论 叫特斯拉甩锅 回应消费者质疑 这个不能轻描淡写 更不能态度傲慢 我觉得 包括在特斯拉车主 包括电动车的圈子里面 有一句话 特斯拉没有错 错的都是用户 其实这也反映了特斯拉 某种程度上 在这个售后或者有一些地方 他确实要为了维护 自己全球的一个形象 包括特斯拉有些问题 即便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有时候态度 并不是那么的谦逊 当然也有很多黑特斯拉的 那关于这个马老板 马斯克 那当地时间 2月2号 SpaceX的最新的 这个星际飞船 SN9 又炸了 又炸了 所以两次爆炸 相隔不到两个月 最后原因也都很相同 但是没关系 他又造了备用的SN10 在别人上 失败是成功 他爹的老婆 对吧 所以说这个 我们就期待 祝福下一个SN10 发射能成功 下一条 抖音起诉腾讯 涉嫌 垄断所赔9千万 2月2号的抖音呢 就是说腾讯通过 微信和QQ限制用户分享 那这个呢 就是说 你违反反弄 垄断法 你涉嫌滥用支配地位 然后要求法院 责令腾讯 停止这个行为 然后还要公开 道歉 就是说 公开声明 消除不良影响 还要赔偿抖音 损失费用 9千万元 那腾讯是怎么回应的呢 就是说 你这个指控 纯属 这个失实 说这个 字节跳动 恶意诬陷 起诉字节跳动 违法侵权 然后这个 抖音又回了 说我们被腾讯 封禁了三年 对吧 那理由给的是 这个短视频整治 在短视频整治期间 腾讯却推出 自己十几款短视频 来做这个围猎 其实微信也推出了 自己的这个视频 当然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呢 它见仁见智吧 但我想说两点 第一个点 就是 对于腾讯来说 无论是微信 还是QQ 都是它巨大的 流量入口 只要是 它投资的 或者腾讯 给谁开放 这个巨大的 流量入口 允许你做 裂便式营销 谁的市值 谁的空间 就可能爆发 所以如果你是腾讯 你也会把这个 留给自己的亲儿子 或者自己投了 很多股份的 这个无可厚非 所有的视频 平台 包括抖音 头条 他们也会 你在那个视频下面 收到别的平台 也会不给你过 也会怎么样 对吧 你在内容里面 涉及到别人 那就给你限流 不给你过程了 所以这个 其实家家都是这样 所有的都是这样 就不允许别人 在自己的地里开花 这个相对正常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我说第一点 第二点了 第二点是啥 我好像刚刚 是不是两个点 揉在一起说了 没有第二点了 没有第二点 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 关于这个 近期推出的一个数据 是这个 我国超8亿人 刷短视频 但是是九成网民 这个字就有说 截至2020年12月 这个是CNNIC的 这个第47期 七次 调查报告说 我国网络视频 用户规模达到9.27亿 然后占整网民 整体的 百分之 93.7 就是说100个人 里面有大概 百分之九十 就有93个人 就用这个网络视频 然后呢 短视频的 用户规模 就8.73亿 占网民整体的 百分之88.3 所以 在我看来 不刷短视频的 我身边 只有极少数 他们觉得短视频 会危害到自己 会让自己丧失 掉一些独立性 会浪费自己的时间 会把自己放到这个 一直自己想看 刺激自己感官的 这样的一个 信息简房里面出不来 会觉得 他会让自己变低俗 我身边有一部分 这个叫高级知识分子 或者说是 他们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熟人 对吧 这个食色性 你刷视频 对吧 那么多好看的 对吧 小姐姐小哥哥 你看着不舒服吗 对吧 好好玩的东西 所以我 我是个熟人 我并没有说怎么样 所以跟大家一样 我刷得开心就完了 有时候也不要 那么太矫正 开心就好了 这个世界多魔幻 对吧 说不定 以后的世界 会发生什么 都不知道 下一条要讲 快手 港交所挂牌了 然后2月5号 开盘价值 338港元 市值达到 13886亿港元 我觉得好贵 好值钱 然后约1790亿美元 排进中国互联网前五 仅次于腾讯阿里 美团拼多多 那一个快手目前 等于网易加小米 等于9个爱奇艺 等于12个微博 等于整个A股传媒的总和 那这要说的就是 如果字节跳动上市了 那这样子 是不是要破2000亿美元 甚至更高 所以说现在媒体 其实越来越值钱了 这个是我很确切的感受 下一条要讲什么呢 要讲中小学生 现在明确了 禁止带手机进校园 他给出的理由 教育部给出的是 保护势力 专心学习 防止沉迷网络游戏 还有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 这四个理由 然后呢 就是这个通知叫做 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 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 这个在2月5号 是上了热搜的 那这个 它里面的主要的内容 跟大家提念一下 就是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确有需求的 徐经家长同意 书面提出后 申请后由学校统一保管 所以这儿 包括这个刚刚说的那第47次 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 这个状况统计报告是 截止到12月5国 这个网名规模9.98亿里面 其实学生网名是最多的 占21% 所以这儿我觉得我有两个意见要讲 第一个呢就是要分享我的经历 我上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 不是 就是手机还没有普及化 智能手机 所以你只是带一个打电话的 手机有什么意义了 我觉得意义不大 所以我上初中的时候没有的 高中的时候有的 我觉得我用手机并没有影响到我的成绩 反而给我开阔了眼界 当然我也沉迷啊 打电小游戏 打一晚上或者看一些 因为那个属于就是年刚青春期的时候 就看一些小黄文 因为很正常的 这是实色性 人的成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觉得 作为互联网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一代 比如说00后 我觉得用手机无可厚非 但是管理是应该的 比如说不准带入课堂 或者叫教学区域 我觉得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这要涉及到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只是在学校上学 晚上回家吃饭 或者正常的这种情况 你可以在家用手机啊 你完全你干嘛把手机带到学校里面来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说得通的 但是对于一些技术式的学生 他跟自己父母不在身边 他就住在学校里面 你不给他带手机 他怎么跟父母联系 遇到情况了 他怎么向外界求援 这个就有点一刀切了 其实这个没有一刀切 他说的是要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后 由学校统一保管 那遇到事情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 有一点剥夺了学生的这种通信权 个人观念 个人观念 不代表本台立场 开个玩笑 我是觉得可能可以更细化一点 或者说要更兼顾到多方面一点 下一条要讲的就是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了 就是人人视频 这个字幕组的运营方法 因为盗版视频被查 所以抓了以两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 14名查处设案公司三家 作案手机20部和电脑主机 服务器12台 设施影视作品2万余部 但过去那两年的设案金额是1600万元 有些人算1600万除以2万 800块钱一部 这价格太良心了 这个我后面要讲 其实有网友透露 人人被查的事情是这样的 两拨人 第一拨是运营方 他们找人翻译盗版的片子 然后卖片子 你来看他卖广告 或者说是怎么样 那这一个抓了 其实某种程度上 因为他越过了红线 他拿来获利 OK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触犯了法律 你还拿来获利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的中央开了一个会 就是说要保护知识产权 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高度 所以很多这种盗版 侵权 包括之前的抄袭 都做了严肃处理 因为这代表着国家的意志 和国家的方向 那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原创 包括之前反垄断 或者有些人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然后另一拨人是字幕组 他们只是拿着很少的钱 去翻译字幕 那这个字幕组的没有事 没有抓 所以我觉得还是区别对待 对待的比较好的 因为可能我们的很多的领导朋友 他们也要看视频嘛 觉得字幕组真的很不容易啊 对不起 我觉得还是不能抓人家字幕组了吧 好 然后呢 这要讲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字幕组 他工作非常繁重 而且尤其字幕组 很多质量都很高 其实并不是意思是拿来谋逆 他就是某种程度上是 他们没有姓名 可以说是基本上 可以说是那种 那点微薄的薪酬 就可以说是用爱发电了 用爱发电 但是你一旦涉及到商业谋逆 就算是触犯刑罚 所以抓也不能 也怎么说了 包括现在我觉得个人 大家对于这个人人 这个视频 就人人影视的这个字幕组 我觉得大家应该这样来看 就是在国内的很多的影视剧 或者创作相对枯燥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促进民间的 或者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 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我们看了视频 这是思想上的碰撞 然后但这儿呢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把这些封掉了 对吧 但是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要服务于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幸福 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 其实去看到好的影视内容 也是我们人民群众 对幸福精神生活的美好向往 那如果把这些干掉了 正版的 你能多少的去做影迹 OK 然后 其实国内的 当然这个里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这个可能需要做分级 做审查 可以 但是不要割得 切得太狠 这个就 有时候切割的 或者如果审查的界限过延的话 或者不做分级的话 其实 这个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这个影视行业 尤其是我们大家想看一些剧啊 我觉得还是 看不到多大的好转的 好了 以上就是鼠年 最后一期一周 报了 这里要求大家 过去一年 你说下次一定 或者没有给我们 点赞 然后 叮 对吧 或者是要评论转发的 这次就不要下次一定 下次就是明年 好 祝福大家 流年行大运 流期从天 后面 我过年 还会有一期 给大家放炮的节目 好 我们 明年 再见 好 完成了